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媒报导 拜登政府计划向14个 南太平洋地区主权独立赌国 每年投放10亿美元 计划内容涉及青年社会 民主体制建设 经济发展项目 公共卫生 气候变化 海上安全 灾害预防等 《环球时报》评论文章认为 美国动机完全是出于维持美国的地区霸权战略 文章指出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援助 和商业投资项目增长迅速 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提升了南太岛国的经济发展 改善了人民生活条件 南太岛国和中国开展互为互利合作 美国因而滋身 强烈的酸葡萄心态 故此出现 过去对上述地区兴趣不大 如今态度180度转变 令国际社会大感诧异的举措 终极的目的 就是要打压和排斥中国在当地的存在 文章总结 美国等西方国家 显日对中国在南太岛国的建设项目 挑剔重商 现在就反过来 插着脚 美国抛出这份南太版的马歇尔计划 看似对中国一带一路形成冲击 实际上只是一次撤裂的模仿 尽管看看美国的政治金援能够撑到多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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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